三层楼高的床垫无法让黑子哥低下桀骜的头颅 四十代面粉也无法压垮一辆五十岁的二八大杠 一辆二八大杠既能陪你在货运的洪流中工业革命 也能让你在人情世故的博弈中发号施令 而这里便是非洲的赞米亚 即便汽车的轮胎已经呈现分崩离析的局面 只需修理小哥手上不凡的针线活缝缝咕不 驾驶室里的南上嘉南也能接着奏乐接种 可伴随着雨季的到来 基建的薄弱让黑子哥变得唯唯诺门 保险杠横着轻吻土地的起步方式 也让小汽车多了一丝娇柔造作 在奥德彪的眼里这已不是波澜状况 相比之下他这辆五十岁的隔代猛兽 也多了一分从容不破 可已经风吹雨零六个月的战车 显然是伴随些许着凉而深陷一坑无法自拔 为此奥德彪的儿子奥德华 也是贴心地为老卡车烧了一杯八十度的机油驱航 因为他深知这辆年迈的战车 已然到了应该传承的时候 自己在接盘之前对其保养不理也是理所应当 可大病出狱的战车由于自身动力不足也无法挣脱泥泥 还需借助外力将其从泥坑中救出 可伴随着拖车第一次发力牵引绳就原地断裂 奥德华立刻找来一根更为结实的链条充当牵引绳 再将两段牵引绳连接好后 拖车开始进行第二次发力 但牵引绳不出意外的再次断裂 这也让一旁看热闹的黑子姐直接笑出了猪脚 可如果奥德标直接拿出压轴道具 再配合近乎玄学的非洲捆绑那阁下又该如何应对 虽然这次牵引绳没有发生断裂 可那分崩离析的保险杠又开始整活 秉承事不过三的原则 在一众黑子哥结合了挖坑和助推的一系列操作后 这辆尘封六月的灵魂战车 也终是挣脱束缚正式开启了旅程 而今天奥德标也是接到了久违的商业 首先需要驱使战车前往60公里外的专场 在尾气的浓烟中拉上几名顺路的黑子哥 也是奥德标在启程前的未雨绸缪 毕竟在意外中充当免费立功 早已成为双方互利共鸣的新赵不选 刚一出发这连绵的雨便让奥德标 本就昏花的双眼更力不同行 此时坐在一旁的奥德华便犹如一盏明灯 第一时间为父亲排油简单 才避免了没走多远便要趴窝的窘窟 除了指引方向奥德华 还有一项重大使命便是一路上 对这处在叛逆期的变速感进行实时的二次降落 显然奥德标的旅程总是伴随着意外 每走多远战车便由于燃油耗尽发出了阵阵一闲 奥德标立刻便以五升柴油混合一升汽油的常规配方 为老卡车补充了能源 虽然战车年纪大了可胃口 却是越来越好 对此一项睿智的奥德华也表示老卡车能吃食腹 毕竟在村落的建设中 这辆跨越半个世纪的战车也是功不可没 不仅让更多黑子哥实现了搬砖自由 也让奥德华的小康家庭更上一层楼 尽管老卡车已经充斥了无法修复的硬伤 可前方的道路却依旧是充满秘密 为此老卡车也在驶出五公里后便再次爬窝 转向轴的移位和框架的断裂 直接就导致轮胎和一子板紧紧贴在一起 即便车底狭小的空间已让修理工作举步为艰 还是有八字过硬的黑子哥 躺在漏油口下热火朝天 经过黑子哥那一番神乎奇迹的修理操作 终于在漫长的三小时后 这辆老卡车再次颠颠的起航 旅途中再拉上几名顺路的有缘人 也是他奥德华两枚开花的取材之道 毕竟不取自来的意外之材奥德华也赚得明明白白 不多时奥德华便驱车来到一个小镇 看到一是父母的到来小红帽三步并两步得上前迎接 毕竟作为他修理库唯一的消费大衡 自然应该享有VAP的尊贵代理 也正是奥德华的老卡车 才使得小红帽逐渐脱贫致富过上小康生活 望着十年前就已定格在53万公里的里程本 小红帽也难言脸上的笑语表示 老卡车需要经过一夜的检修第二天才能离开 面对赚一百就要亏八十的战车 他奥德华也只能以一个尴尬的微笑来掩饰口袋的空虚 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 漏气的轮胎又让他们的旅途搁浅 这对路边的野生修理仆不是难题 经过手上的针线活缝缝鼓鼓 再加上国产哥俩好的加持 最后再经过大锤八十的悄悄打打 内胎便还能坚持十年 不多时在黑子哥的助力下老卡车便再次骑着 伴随着老卡车颠颠地使劲专场 奥德标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语 而这趟60公里的艰难旅程也在出发两天后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问号